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鲁读书 今天为大家分享朱学琴先生的文章 想起了鲁迅 胡适 与钱木 欢迎大家收听 我时常想起鲁迅 想起胡适 想起钱木 不太想得起梁石秋 林语堂 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 感情上有过起伏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信奉 八十年代则是怀疑 疏离 甚至有些厌烦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起 方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 还是鲁迅的年代 二十年前所形成的那种读者与作者的关系 即使是信奉 也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 那时除了意识形态读物 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 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了解 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 那就只能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 由此产生的热爱 是盲目的热爱 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 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 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 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 八十年代以来 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近来 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 发生另一种选择 完全正常 不经受八十年代的冲击 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 并不令人尊敬 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八十年代结束 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 开始沉淀下来 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 发生亲近 此时回归 可以说是出自切夫之痛 痛彻心扉之后的理解 除了他在三十年代 卷入左连宗派之争 这一点我至今还为他遗憾 鲁迅的人生选择历历在前 几乎每一步都不幸 每一步又难以避免 包括他那肃杀的文风 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 后来方明白 是那样的现实环境 逼出了那样的文风 甚至可以说 是那样的时代 需要那样的文风 如果没有产生鲁迅及其文风 黑暗的年代除了黑暗 还将增加一个罪恶 那就是虚假 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 忠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 现在读林语堂 读梁石秋 你还能想象 就在如此倦勇清淡的文字边上 发生过三一八雪暗 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然 在那样的心境中 鲁迅也消耗了自己 他是做不出 也留不下 钱中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 有我对自己的厌恶 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 日常生活降落的尘埃 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这些耻辱 越积越厚 足以使你遗忘他们的存在 只有读到鲁迅 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 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才能多少医治一点 自己的耻辱遗忘者 迫使自己贴着地面不行 不敢再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 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 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 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 唯独鲁迅没有 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 雅致的文人生活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 通常是文人用以迎花赏月的地方 他填上的几乎是老农一般的固执 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 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 已经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 他出自中国文人 却可能是唯一一个 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 所腐蚀的人 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 却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 赤尔尼·雪夫斯基 别林斯基 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高度 苛求过鲁迅 也是后来才明白 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 世俗国度 鲁迅支撑起一个世俗精神 能够支撑的高度 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他是一座绝岭 拔地而起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想想看 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 有无一人 真正继承了他的精神 他的风格 仅此一点 就说明了全部 在这块土地上 人人都能谈鲁迅 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 把他晾在高处 任其风干 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 鲁迅的生后 更为凄凉 这样一个民族 居然能产生鲁迅 真是一个奇迹 这样一个民族 终于遗忘鲁迅 方显其自然本色 如果有所谓 中国文化长河 那么先生也只是一个艺术 突兀在那些语言泡沫之上 面容瘦削 独自漂浮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 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石秋 是林语堂 是周作人 而我以为 真正能够平衡鲁迅 在鲁迅之外 树立另一种价值坐标 同时也不辱莫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 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 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以这一信仰 相匹配的温和态度 坚持了六十年 却不失坚定 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 在激怒中一起读化 又未被逃避 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 他完全有理由 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 但是 这个温和的人 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 做不到的事情 始终以一种从容态度 批评着那个时代 不过火 不油滑 不表演 不世故 仔细想想 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 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 坚持了六十年 不是圣人 也是奇迹 胡适的性格 因与这一性格存在的六十年环境 放在一起 才会使人发现 这也是一件 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 建树一般 但是大劫不坠 人格上更有魅力 鲁迅生前对他有过科评 但在鲁迅身后 当后人问及胡适 对鲁迅的评价 胡适却告诉来者 不能抹杀周氏兄弟 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雷震一案发生 胡适原来对雷震 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 用今日那些聪明人 合情又合理的标准 他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 谁也没有想到 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 胡适竟然那样地动了感情 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 杜元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兰德西生日夜宣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我的导师谈论此事 老人当时并握沉踏 正说着突然从床上坐起 口颂此诗 热泪盈眶 当今知识界流行的也是温和 是废厄泼赖应该实行 我们确实需要英国式的绅士风度 讨喜法国式的接累偏好 我自己所做的那一份学术史清理 也是讨喜来自法国的意识形态毒素 但是胡适的温和却告诉我们 那样的绅士温和 是以正义 而不是以事故为底色 我还时时想起前幕 八十亿双亲 诗有杂役 那样的书名 未及开卷 就让人体会到儒家的生命观照 是那样亲切自然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 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读前幕的学术专注 一般读者仅读前幕回忆录 即可获益非浅 前幕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 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前幕没有读过大学 但是他在苏 西 长 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 同学中有刘半农 陈天华 曲秋白 教师中有吕思绵等 一时人文之盛 令今日之牛津 剑桥博士 亦羡慕不止 1941年下 他回乡醒清 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绵之下 吕思绵邀其回母校 长州第五中学讲演 前幕恭敬从命 一代国学大师 与当年的师长 比肩而立 竟句句以学生自居 他遵遵告诫 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 一老师长 带领其四十年前 一老学生 命其在此演讲 房屋建筑物之方面 已大变 而人事方面 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 则情绪如拙 照样在诸君之墓前 此城在学校历史上 以稀构难遇之事 今日此宜四十年前 老学生之讲词 乃求不斥 如其四十年前 老师长之口中吐出 今日余之讲词 深望在场 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 亦渴望在旁 四十年前之老师长 校正 学校百年数人 其精神 即在此 此情此景 当令今日之中学 大学献煞 亦令指之 今日不知昨日之 新潮人物 溃煞 不止于此 他所描述的本世纪 江南民间礼俗 乡民与士生 和睦共处的风俗 聚资益庄 旧贫续孤 散财办学 传接礼教 等等 或许能纠正新文化运动 所传播的 礼教吃人的偏见 至少能矫正 张艺谋电影所制造的 类似大红灯笼 那样的偏差 他在学问上 与新文化运动 分道扬镳 但是他公正地感谢 新文化运动的 中间人物 提携了他 顾邪刚回苏州探亲 发现了钱木的才华 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 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 乡间中学教师 一步登上大学讲台 后来他与胡适失和 但并不影响胡适 聘他任北大教授 所有这些回忆 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 使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 及其人物批评过剩吧 有趣的是 钱木最出色的学生 是于英时 可以说 没有当年胡适 顾邪刚一路人 对钱木的提携 也难有于英时 今日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批判 鲁迅 胡适 钱木 三人之间 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 却构成了三十年代 知识界的重量 他们以后又出现了好几代人 每一代都是在廉价的阿语中 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时代 但是事后回首 有哪一代能说他们所处的时代 是令人羡慕的时代 我们这一代应该自我批判 但是这种批判 并不是为了腾出心理空间 来阿语下面的一代 每一代人都应剔除 本代自恋症 同时也应避免那种 廉价的逐代阿语症 逐代阿语 实际就是逐代欺骗 一代骗一代 比如说现在 我就不信 男读王硕 女读穷疗长大的一代 会超过五十年前的那一代人 即使他们事后 又补读了一点梁石秋 周作人 林语堂 我们是喋喋不休地 重复梁石秋的牙舍 周作人的苦茶 林语堂的菜谱 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 就在并不遥远的五十年前 中国人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 胡适的自由思想 与钱木的严谨学业 三者合一 不说应该成为 今日知识分子的性格组合 四也应该成为 我们向学生介绍的 一组昔日群像 三人已逝 只是平淡地背对着 我们所处的时代 背对着 这一个轻跳的当下 四也不想 等我们的应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